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现在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传统媒体已经毫无疑问地衰落了 但是 我们从事的媒体 仍然是介于传统媒体和自媒体之间的 或者叫所谓的新媒体 我们不能只像自媒体一样的 关注自己关注的最热烈的人们的话题 关注自己最擅长的话题 如果传统媒体有很多话题 网友 观众 读者未必是那么特别的关心 或者说 关注面 那不是那么广 但是作为一个大众媒体来讲 你仍然花很多的精力和时间 去做这条新闻 那明镜电视也好 明镜火拍也好 或者是明镜的其他媒体也好 那我就讲了 我们是介于自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的一个媒体 我们现在越来越开始扮演大众媒体的这么一个角色 也就是说 我们会比较广泛地关注全球化的问题 全球的问题 当然也特别会关注中国的问题 中港台问题 美国问题 但是有一些新闻 读者不是那么多 但是特别重要 你还需要花心力去制作 那我们现在正在尝试 或者是测试我们的明镜新闻台 这一个台 将是明镜的另外一个品牌 将是24小时来播报全球各地发生的重大新闻 而且呢 很多的新闻都会提供现场的视频 现场的录像 或者是现场的照片 甚至我们还在尝试英文台 英文台的话 也会相当迅速地报道全球化的重大事情 但是今天 我们在尝试了一条消息 就是早上一起来 我们的一个朋友 直交哥看天下的主持人 黄广先生 就发了一个新闻出来 因为他是关注美国新闻 世界新闻非常密切 也熟悉美国的政治运作 他说今天前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 福林先生要到法院去了 我们就赶紧看这个报道 结果当时视频还没有出来 到了十点半 福林到了法庭 整个制作过程中间 以我们现在的团队和人力 我们是非常的紧张 但是我们仍然是兵分两路 一路制作中文新闻 就是讲福林的事情 一路就不报英文新闻 现在还是在财势阶段 当然我们讲到福林 他在法庭后来就认罪了 认罪了 说愿意配合特别警察官的调查 那么我们知道福林涉嫌的这个罪行 其中一项主要是跟俄国的这么一种关系 俄国的关系啊 坦说来说 这是我对美国的政治非常失望的一个点 我觉得在现在的这种国际政治情况之下 美国居然可以跟中国的友好关系 为什么跟俄国的关系 始终是那么恶劣 而川普政府上台以后 试图去纠正 美国对俄国的一些错误的政策 但是呢 没想到两件事情使川普脱不了身 一个就是说呢 两条主线 一条就是说 川普之所以能够当上总统 俄罗斯的特工部门 在里面扮演了很关键性的这么一个角色 那么呢 使川普当选 这样的话呢使川普对俄国的政策方面 反而由于这个 谣言也好传言也好 有所顾忌 另外一个就是 川普的团队里面 从国务卿 到现在认罪的前国家安全顾问 跟俄罗斯有说不清楚的这种关系 这两大舆论造成 美国本身应该在川普上台以后 去恢复和改善 俄国的关系呢 几乎就是泡汤了 失败了 前国家安全顾问福林 已经认罪 那么国务卿 听说也要下台 那为什么 美国人会对俄罗斯 有这么大的 你说是 恐惧心理 其实就是因为冷战了这么一种过程 俄罗斯 也就是当时的苏联 在科技 甚至在经济 在某一些领域上面 超越了 美国 使美国感觉到 内心当时非常的恐慌 尤其是宇航员 超过了美国 美国感觉到抬头一看 哇 都是苏联人 这种深刻的记忆 使现在俄罗斯 实际上它的GDP 大概只有美国的7% 只有美国的7% 但是美国仍然是把俄罗斯 这么一个GDP 都是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的国家 当成了 它的头号的经济的敌人 而把一个GDP 或者是越来越 开始追赶它 甚至的 国民生产总值 可能很快 也有可能会超过它的中国 看来还不是那么重要 所以历史的记忆 和舆论有时候的宣导 使民众 对现实政治的错误 在历史上从来都是存在的 我早一段时间一直在想 我说 这个二战 只看到了我们的二战的殷勤 只看到了二战 那个法西斯的这种暴行 但是没有想到 当时的民众的短视 政治人物的这种短视 是后来二战之所以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 否则的话 民众不只要获出那么大的一个对价 但是呢 历史它就是这样的 虽然不完全是简单的重复 但是有一些人性的动性 性格的动性 和国家体制的一种弱点 经过了几十年以后 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进化 那么过去 有了这么一个苏联 苏联在一定程度上 之所以产生 苏联这么一个强大的政权 跟西方 欧美平分天下 那么 原因就在于 欧美民主政权的短视 这种短视 虽然冷战最终是 以民主社会 民主国家取得胜利告征 但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冷战使 欧美也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 大部分的 军费都用自于 军事对抗方面 而且呢 全球化的资源的调配 全球的市场化 由于冷战而延迟了很多年 更不用说 冷战另外一方 社会主任所付出的代价 但是 冷战之后 西方国家的这个胜利 出现了所谓的历史 尊戒之说 没有想到 有感年以后 甚至没有多少年 人们发现历史并没有症结 不但出现了一个 可以不顾人权 不顾法治 不顾自由 这么一个中国 以它的经济的崛起 不是说威胁到西奥 而是说呢 它比西奥现在的民主制度 在很多的政治人物 很多的商人 甚至某一些民众看起来 似乎还更有吸引力 至少呢 中国的领导人 手里的现金 比西奥的领导人 比美国的领导人 要强大得多 而过去冷战时期 之所以 欧美国家受到 社会主任政养的很多人的向往 除了政治制度以外 另外一个原因 还是经济的条件 没想到历史出现了 这么一个诡异的现象 中国虽然仍然是很贫困的 或者说我们最近看到的 所谓的低端人口 显示了中国内部问题的严重性 但是呢 全国集团的财富 这种高速的增长 而且拥有财富之巨大 使很多的 欧美民主国家 很多权贵 或者是想追究财富的人 感觉都是敬佩不已 戏目不已 所以从这种意义来讲 冷战其实并没有结束 只是出现了另外一种 政治形态 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挑战 而这种挑战 我已经有中国病毒论 政治机器人等等 一些概念 来讨论中国政治现象 和对世界的影响 而在与此同时 还有另外一个国家 搞成了一种更具有 现实性的 或者更具有挑战性的 政治制度 政治现象 甚至是军事力量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朝鲜 而朝鲜的问题 又是跟前面讲的俄罗斯的问题 跟中国的问题 整个又是互相连接在一起 那过去一段时间 川普为了让习近平能够在朝鲜问题上 对他进行配合 能愿意在很多方面 给予习近平一些让步 而习近平呢 也乐于利用这个事情 也做一些文章 所以判处了他的特使 中联部的部长 孙涛去了朝鲜 结果朝鲜连金正恩 都不给他见 所以他进来以后 习近平也比较火大了 先是让国际航空公司 暂时停止 飞往朝鲜 然后呢 有年大桥 就是亚洛江大桥 中桥大桥 也暂时关闭 原来执行不那么有力的 经济制裁 正真实地开始执行了一部分 甚至今天还有消息说 要把在中国 往朝鲜出的留学生 也收回来 有点很奇怪 中国怎么会有朝鲜的留学生 早几天跟作家讨论这个问题 他还觉得很奇怪 有这样的留学生吗 不但民间和官方机构里面的留学生 上一届刚刚退下来的 实际上还没有完全退下职务的 前政治局常委 现在还是前国人大委员长 张德江先生 他不就是金志成中国大学的留学生吗 那么中共这种威胁 对朝鲜还没有起到关系性的作用 朝鲜没有接受这种威胁 而发射了 听说是有史以来 朝鲜有史以来 最具有威胁力的 最具有远程的 洲际短道导弹 声称可以打到 美国的任何一个州 能不能真正打到不知道 万一能打到呢 在中国愿意配合的情况之下 另外一个国家完全不把 美国的警告威胁看在眼里 这个就是俄罗斯 因为没有李顺豪 跟俄罗斯的关系 那俄罗斯在很多方面 就是跟你进行对抗 那么本来 朝鲜问题之所以出现 就跟二战的 德国法西斯 德国拉塞 意大利法西斯 法西斯这些国家 成长起来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你这些打国 强烈力的国家 互相推卸责任 互相不愿意承担 彼此自己也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所以几十年下来 六方会谈 毫无成果 反而使金正恩 越战越瘾 完全无所顾忌 以前对中国还有所顾忌 现在连中国都无所顾忌了 现在呢 川普终于说服了一个 习近平做一些文章 没想到俄罗斯跟你对都干了 本来川普 就想实行某一种冷战政策 就是说形成一种 对北韩的隔离 使北韩呢 在很多方面呢 没办法独立生存下去 我知道南韩会 孤立他 日本就更不用说也想孤立他 那么中国如果一孤立 就剩下一个俄罗斯 但是如果俄罗斯 跟美国站在一起 那你这个事情就相对好办 这个俄罗斯不乐意 不是那么的跟你配合 这就是俄罗斯 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失败方面的 又一个报应 所以美国你对北韩 冷战实际上 都不能形成真正的玻璃墙 那么呢 没办法真正的让他孤立起来 当然俄罗斯也 不愿意完全的 像冷战时候那个政一样的 跟那些东欧国家 连接在一起 他并不是那么愿意 把北韩这个包袱背在身上 他只是利用了北韩 这个事情的杠杆 来去挑逗威胁 或者是制约一下 你这个美国 那如果是几十年的谈判 六方会谈谈不能解决问题 军事演习不能解决问题 经济制裁不能解决问题 那军事行动 战争 会不会 走上这个舞台呢 我们之前就讲过了 那么 北韩这个问题 它不是像东东那些国家 在不谋之地很遥远的地方 它是跟中国 跟南韩 是紧密连接在一起 而且它那个导弹 能不能塞到 美国的东部 西部或者是 其他地方不知道 但是它塞到日本是没有问题 所以日本在这方面 也是很恐慌 所以有一次 北韩进行导弹演习 日本还马上 开想了战争的警报 甚至连地铁都停止了 这是一个日本朋友跟我讲的 我具体情况不是那么了解 那么实际上日本当然一方面 它利用了这种战争的威胁 包括中国的威胁 使它的军事力量的回归 它国家走向一种右翼的方向 提供了国际的环境 但是另一方面呢 它确确实实非常担心 战争真的发生 一方面是它没有准备好 第二方面是 朝鲜的导弹 如果万一不准怎么办 如果万一是 打到西尔头 结果不小心打到东京 那你就惨了 所以实际上在这几个国家里面 日本不愿意打仗 南韩虽然政治制度跟北韩有本质不同 但是南韩对北韩的情感 和香港人和台湾对大陆的情感 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 这是很奇怪的现象 我曾经听过一些南韩的朋友讲 他们对北韩的感情 同胞之心比较深 相比香港和台湾来讲 相对于大陆就是淡漠一些 那 还有一个原因 南韩与北韩 边境性的交界 它不是在山区 不是在沙漠 甚至也不是隔着一个大海 它就是一线之隔 三八线三八线 这个线滑的实在是不 只讲就对重了 没有想到没有形成一个屏障 真正一个发生战争 以前的汉城 现在在首尔 那也就是一片火海之中 所以一般性的战争 真是非常大的危险性 当然中国也是一直不愿意是这样 一个有这么一个朝鲜存在 而且还证明了 中国有这么一个小兄弟 同志家兄弟 中联部有存在的价值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 有了这么一个烂心烂地 证明我中国还算稍微好一点 当然有一些现实的原因 就是难免的冲击 对整个的中国东北地区 尤其是吉林的这种边境性上的冲击 然后还有一个是 万一那个时候南北韩统一了 又形成一个强大的朝鲜的 民主和自由的这么一个政权 等等等等的原因 中国也是不乐意 真正是北韩崩溃下去 或者正正把它敲掉 所以中国也是愿意拖 南韩也是愿意拖 日本也是愿意拖 本来俄罗斯就是利用这个东西 远东来玩一玩 美国的 但是他现在发现你们这几个兄弟 好像不想玩了 要真的对北韩形成强有力的制裁 那俄罗斯他就可能跟你 某一种方面较量较量 不仅是 从实际上来讲 可能给金正恩某一些支持 可能要进行联合军事行动 联合国 联合国军队 现在驻载在南韩的 实际上是美国的军队 但是名义上还是联合国的军队 联合国军队的名义上的行动 就出现了某一些困难 于俄罗斯的 不支持 不过真正的原因 还不是这些些 真正的原因是 美国的军事的打击能力 有多强 会不会像当年那种 沙漠风暴一样的 那种精密性的 高科技打击 是不是重新上演 还是你万一有所缩护 你会出现多大的军事危机 对周边国家 尤其是对索尔 有多大的伤害度 然后如果是 你这种精准的打击 不够有力 不够完美 那你最终也 要不要吊动地面部队 如果一旦 吊动地面部队 是不是像美国像很多 参加很多战争行动一样的 就掉入一个陷阱 然后就不可自爬 所以这也是川普虽然有胆量 就是敢干活 但是真正想起战争的时候 还是比较害怕 所以正是因为各方面 算计自己 甚至各方面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也是有很多民政 对这个事情 也不了解甚少 然后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 最终的结果 如果你形成某一种冷战 等于是沐用 朝鲜呢 就拥有了核武器的打击能力 如果朝鲜有了核武器的打击能力 那除非是 他们内部产生根本性的这种变化 否则的话 始终就是一个对世界和平 非常大的一种威胁 而其中威胁 手动其冲的 大概不是美国 而是中国 而是日本 最其次呢 是南韩 最后面可能是美国 但是如果整个 真正战争这几个国家 都对付不了北韩 那么整个世界的局势 就可能由于 朝鲜战争的这一次爆发 可能就会重新改写 所以怎么打这场仗 有没有可能 进行战略性的打击 而不要出现地面部队 这也是美国的军方 也是美国的政治家 战略家们现在头痛的一个地方 好 谢谢大家